小红帽 小红帽 有一个女孩 她平时很喜欢戴着红帽仔 于是大家都叫她做小红帽 有一天 她妈妈拿着放着蛋糕和葡萄酒的竹男对她说 小红帽 你把蛋糕和葡萄酒拿去妈妈 妈妈见到你会很开心 妈妈就住在郊外大森林那边 小红帽高高兴兴地顺着大路走 来到森林边 她遇到一只大灰狼 小红帽 你好 你现在去哪里 小红帽就说 我去探我妈妈 那你当然带了很多好东西了 是啊 我带了蛋糕和葡萄酒 妈妈见到我 一定会很开心的 大灰狼就想 你以为我怎么才可以吃了妈妈和小红帽呢 小红帽 大雙眼看了一下就说 小红帽 你看看 那边的花多漂亮啊 你啊 如果摘些给你妈妈 她见到更开心的 嗯 好啊 好啊 小红帽听了大灰狼的话 就离开了大路去摘野花了 大灰狼呢 趁机从小路那里 来到小红帽的妈妈的家 妈妈听到敲门声就问了 是谁啊 大灰狼就整尖把声一样 是我啊 我是小红帽啊 我来探你的妈妈 妈妈一听是小红帽 就急着开门了 大灰狼一下子就扑进来 一口吞了妈妈落土 哎呀 真是舒服啦 接着 大灰狼就上了妈妈的床 盖了妈妈的皮 还带起妈妈的帽 睡了在那张床那里 等小红帽 小红帽 小红帽唱着歌仔来了 大灰狼就说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我是小红帽啊 妈妈 你自己开门进来啦 小红帽开了门 入到屋里边 他见到躺在床上的大灰狼 就奇怪地问啦 嗯 妈妈妈 妈妈 为什么你这耳朵这么大呢 大灰狼就说 耳朵大就是为了更好地听你说话嘛 妈妈妈妈 为什么你这耳朵又这么大呢 啊 眼大呢 就是为了看你那时候 看真点啦 小红帽一看 嗯 妈妈 为什么你这耳朵又这么大呢 嘴巴大 就是为了更好地吃了你 说完 大灰狼就在床上边 啵一声地跳了下来 一口将小红帽吞了下肚 哈哈哈哈 唉 真好味道啦 这次啊 总算吃饱个肚啦 嗯 睡下觉先 这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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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猎人在这里经过 他觉得好奇怪 咦 咦 为什么妈妈今天的鼻寒声 这么厉害呢 等我看一下才行 那那个猎人就在窗口那里 望见大灰狼 躺在妈妈的床上 哎呀 糟了 是不是大灰狼吃了妈妈呢 喂 猎人就走进家屋那里 找了把剪剪 将大灰狼的肚皮剪开来看 这阵时 妈妈和小红帽 在大灰狼的肚里面跳出来 妈妈就说了 嗯 我们要惩罚一下这个坏蛋才行 于是 他们就搬了很多大石头回来 放入大灰狼的肚里面 再用针线 将大灰狼的肚皮缝好 然后 猎人 妈妈和小红帽 就走到屋后面躲起了 一会儿 大灰狼睡醒了 啊 啊 哎呀 嗯 好颈渴 等我去河边那里 喝口水才行 大灰狼 很艰难地走到河边那里 打算喝口水 但是 只能离开大陆 跑进森林的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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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